因為之前有一個醫生 他就說他也遇到一個產婦很妙 他就是還蠻年輕的 然後第一胎生的時候沒問題 那第二胎他就想說都生過第一胎 第二胎隔很久年紀就稍大了 那他那個時候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他真的很瘦 然後他說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特別的食慾旺盛 因為他吃會很想吐 那直到後期 因為懷孕前期都小小的 寶寶都小小 到後期醫生才發現 你人不長就算了 你的胎也沒長 就他小朋友的體重 每次照超音波預估 都覺得你的小朋友有點小 他說你自己還是要盡量吃 因為問題不在你的體重 而在寶寶沒有長大 所以你可能要拼拼吃 結果後來果然他還沒有到逐月 寶寶就生出來了 那生出來之後就很奇妙 就是他那個寶寶除了 第一個因為提早生的情況之下 可能肺什麼沒有毛 他說很奇怪 他現在生出來之後 他也很難養 就是說他們現在還沒有發現 寶寶有什麼狀況 但是他那個寶寶就是 餵養非常困難 很容易驗奶 吐奶 甚至後來用鼻胃管來餵奶 因為他就一直長得 比平常一般的小朋友慢 醫生說他們現在還在找說 他到底是不是一些 基因上有什麼問題 但是所以他說 真的你想要養胎不養肉 但是你要注意 那個胎真的要有養起了 如果發現那個小朋友 明顯就是長得 一直比人家慢的話 你要懷疑那個胎 可能長大之後 像這個女生一樣 他這個小孩子生出來 就是養不大 他一直都在3%以下 所有東西都比別人落後 其實7公斤就大概是 我們的最後底線 為什麼 因為寶寶大概就是3公斤 平均台灣是3300 那再加上 因為我們乳房會增胀 我們有羊水 然後子宮也都會增加 所以這些的重量加起來 差不多就是 最後就是7公斤是底線 那如果低於7公斤的 增加體重會怎麼樣 就會變成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就是像剛素卿姐說 做胎兒超音波 寶寶要長大 寶寶不長大 然後或者是長大了 但是沒有在這個 周數的時候的長大 那也是不對 第二就是他吃什麼 因為也許他都有吃 但是他吃不對 營養素不均衡 就會影響寶寶的腦袋發育 對 所以就會變成 我們會同時看這兩件事情 他可以只有5公斤 就是整個孕期只有胖5公斤 但是我們會非常注意 這兩件事情 但如果說真的是 體重已經超過標準值的孕媽咪 那吃的話要怎麼樣 提醒他們要記憶 其實就是 媽咪其實正餐有時候 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是那個點心有問題 所以懷孕第二期跟第三期 我們會建議媽咪就是 三百卡的熱量 第一期就是根本不用增加 就正常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三百卡 就是我挑一些 就是比較外食主買得到 然後他也相對比較健康的 這種選項給大家參考 比如說第一個 就是優格加上玉米 其實現在外面不懂 關東煮嗎 便利商店 就是那一節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 就是一般的低脂 或全脂牛奶都能接受 但是不建議喝脫脂牛奶 然後配上一般便利商店 有賣一根香蕉 那個都很OK的 第三個就是一般的一片吐司 配一個奇異果 或任何一個水果 我們都能接受 然後配一個水煮蛋 或茶葉蛋 這個都可以 那第四個呢 就是麵包配果汁 如果這個果汁的部分 因為有些媽媽 她真的不愛吃水果 她想喝果汁 可以接受 但是你把它反過來退 就是三顆柳丁炸的汁 對 因為過多其實寶寶吸收也很快 那個人就是其實覺得 媽媽奶粉大家也可以參考 因為媽媽奶粉的設計 有時候其實就是為了給寶寶的 給媽媽和寶寶的一個需求 然後提供一定的飽足感 所以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點心的選擇很重要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題目 好 來看看 也是和寶寶鏡頭腦有關的 為寶寶喝奶的時候 一邊看像是 請你跟我這樣過的知識性節目 可以讓他從小耳濡目染 變聰明長大當醫生嗎 圈圈叉 這個時候佩儀姊妳有獨牌綜藝了 有了沒有幫助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就是應該讓他多休息 然後那麼小的小寶寶還在喝奶 你讓他看電視 壓力太大 不太好吧 應該是等大一點 再讓他看電視吧 所以這種舉動 無助於他將來長大 自然就變醫生了 沒辦法 我覺得 沒有很大的幫助 來 夏琪 對啊 我是想說 因為寶寶那就是 邊喝奶的時候 其實他其實看不太到 所以就是 其實他是用聽的 對 好理性喔 對耶 其實我們寶寶在 肚子裡面的時候 我就是都是給他聽音樂 莫扎特什麼的 對 我也是聽莫扎特 真的喔 對 然後可能 他生下來的時候 我也是趁著他眼睛 可以張開的那一瞬間 我就開始 三卡 三卡 紅色 紅色 聽過 有另一個 真的喔 所以我覺得就是 好用心喔 其實我覺得他多聽一些 可能 而且我覺得我那時候也太無聊了 我可能就會可能給他聽唐詩啊 唐詩 對 多大的時候 就小寶寶啊 就寶寶聽英文啊 看不到你就該聽唐詩 幾個月大這樣子喔 我會在講唐詩三百首 我身上喝奶的時候 對啊 跟他唱歌啊 所以我覺得會變聰明 像我跟我老公 我們是很堅持就不要給他看3C的東西 可是後來生出來之後真的發現 有時候不得不讓他看一下 BabyTV或是什麼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去刷牙洗臉 或是要準備出門穿衣服 他可能就是要黏在身上或什麼 就是要吸引他注意 所以偶爾會放一下 那像知識性的節目 有時候我是讓他用聽的 比如說餵奶的時候 不讓他用看的 用聽的 一邊聽一邊餵奶 這樣我覺得是OK的 是OK的對不對 對 這個不是我胡周 而是真的有研究 我還說你小時候是真的就看人家 真的答案是什麼 還是沒有用 聽的都沒用 聽我覺得聽有用 聽也沒用 沒有用 他們很多 聽莫札特耶 你知道全部的兒童 號稱能夠刺激大腦 發展的任何的影片或聲音 他的封面一定都會有 戴假髮的莫札特 對 好像只要戴上假髮 就會變聰明 所以外國其實這個狀況 已經行很多年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特別有興趣說 好啦 我們到底要不要破解一下 這到底有用還沒用 如果真的有用 我們就讓人家繼續戴假髮 做聲音也沒什麼不好 但後來證明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兒童的節目 或者是不管是聽的或看的 其實對兩三歲 應該說三歲以下的大腦 幫助 幾乎都是零 都零 幾乎都是零 而且如果今天是 很溫和 小朋友 這種還OK 但如果是證論節目 那這樣 我不要看證論節目 我們只是媽媽愛聽 我只想聽他們這個噴口水 其實那些聲音 對孩子的大腦 反而是會有影響的 證明你電視開著 你不看 你只是開著 它會影響他的睡眠品質 睡眠品質 對 其實比較擔心的是說 稍大一點點 可能可以開始補充副食品的時候 很多的媽媽為了健腦 第一個想到的一定都是魚 你就覺得說 只要多吃魚就好 沒錯 可是事實上呢 之前真的國內 就有這樣的案例 就是媽媽為了讓她多吃魚 就是每天三餐都有魚 可是她卻沒有意識到 魚也要分種類 就她可能不小心都補充在很多的深海魚 大型魚 結果那小朋友沒有健腦就算了 因為她到三歲之後就發現 她整個的發展都是比較落後 她是因為發展落後去就醫才發現說 她可能過量補充了太多的深海的大型魚 結果導致她反而因為重金屬累積 影響了她的生長發育 所以最後必須去做熬合治療 所以就提醒大家 很多東西很好 但是吃過多是很恐怖的 那魚 事實上FDA都有介紹大家 應該一週吃幾次 然後什麼樣的魚種都是有限制的 不是說無限制 Oh you can eat 因為這個對你很好 這樣特別謹慎 尤其是深海大型魚 那像現在3C產品這麼多 如果小孩真的是要接觸的話 大概建議幾歲之後 然後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規範 那小孩會變笨嗎 美國兒科醫學會 科醫學會真的有做出建議 而且是非常符合現代的建議 他說完全不要那不可能 對啊 但是兩歲之前 科醫學會真的是苦口婆心 說兩歲之前 再怎麼樣撐過這兩年 真的不要 沒有什麼好處 然後這個只有壞處 因為它現實感 還有很多的智能的發展 都會受到限制 兩歲以上 科醫學會就稍微開放 那就是一天一小時 但是兩歲到五歲之間 這一小時一定要家長陪同 而且在旁邊跟他互動 所以就算 它裡面寫得很清楚 就算你跟人家Skype在聊天 爸爸媽媽都應該要跟他在一起 跟那個對方聊天 因為有手勢有互動 有一些非語言的一些溝通模式 在你的螢幕上不見得會出現 所以爸爸媽媽在旁邊解釋 因為奶奶在美國 所以我們現在看不到他的手 你就稍微有一些在家長在旁邊 都會減少這個孩子的現實感 漸漸跟真實生活討論 是這樣子 對 那小學之後很妙 就從大概六歲之後 美國可以學會就不限制時間了 因為他說 限制不了 限制不了 而且甚至要做功課 現在學校要做功課 所以他後來變成 六歲以上他就很聰明 他現在就叫一個家庭的時間規劃表 他會給你一個軟體 然後你把你家裡該做的事情塞進去 睡覺塞進去 運動塞進去 然後親子互動時間 沒有3C的時間塞進去 然後全部都塞完之後 你自己跟你還是說 你剩多少 剩多少3C時間 那我們全家人就配合你的方法 按照我們這個做的規劃 你就有兩小時或三小時或一小時 總之這個是可以全家一起討論的 OK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題目是 那請問大家小孩不吃肉說會傷腦 這是因為鐵質不足的關係嗎 這回是佳琪之勸了 對啊 其他差有沒有 來佳琪 我覺得會傷腦 因為我覺得 醫生都說魚肉豆蛋奶 然後營養一定要均衡 那如果他完全都不吃肉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鐵質吸收 其實我真的很不知道那個營養素是什麼 然後吃肉會有多少的鐵 但是也不知道 完全吃菜會有多少的鐵 可是我覺得是會有影響 我覺得不能說大量的一直吃肉 都是要均衡 那我覺得其實像蘋果裡面好像也有鐵 有很多的蔬菜裡面 菠菜裡面也有鐵 對我覺得還是可以 但是不要全部都是吃肉 我覺得不吃肉會傷腦 但是跟鐵質足不足 好像沒有必然的關係 因為比如說吃肉 它其實是因為 比如說牛肉 它是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維生素B這些的 對 所以好像不是跟鐵質不足 有必然的關係 欸 來 那婉萍 你要吃 就是答案是 就 bei 來 那就 bark 寶貝 口 寶貝 口 寶貝